上一个视频我给大家讲了如何用两台清管理的交换机简单的实现单线服用的方法 很多小伙伴们给我留言说方法真的非常不错 就是了有点废交换机 咱们这期就给大家说一下如何使用一个清管理的交换机来实现单线服用 在这儿要跟大家简单说明一下 我店里新上的交换机并不是什么商战货 它们也是主打海外市场的产品 它做工的和稳定性的都是非常不错的 是正儿八经带工厂的那种厂家可不是什么经销商 那么如果大家感兴趣 我们后期会给大家出一些探厂的视频 哈喽大家好 欢迎来到金水神技能 我是带大家玩交换机的金水 这里要跟买过清管理交换机的小伙伴们简单说一下 我们这一批进的清管理的交换机 它的管理的后台是192.168.1.199 千万不要搞错了 而且它们不能刷DOTX固件 因为会变砖的 等它们的固件出来之后 我会跟大家详细的说一下如何刷机 好 言归正传 我们这次说的这个方法 需要在上一次的基础上进行一些稍微的调整 我们在上一次的设置方法 是在不设置光猫的情况下 使用了两个清管理的交换机 两个交换机的方案 是除了你重新穿线 其实最好管理的一种方法 它更适合把主路由和电视机领盒 从弱电箱来挪到客厅的这些用户 从光猫出来两根线 先进入弱电箱的交换机 再通过单线复用来来到客厅 再从客厅的交换机出来 进入不同的网络设备 那么能否用一个清管理的交换机 来实现单线复用的功能 其实答案是非常肯定的 但是我们需要设置一下光猫 那么其实对于目前的用户 其实设置光猫是稍微有一点麻烦的 当然你的主要网络业务都在客厅 并不涉及到其他房间的话 我们使用一个带IPTV透传的路由器 其实也是可以简单的解决单线复用的问题 好 扯远了 咱们收回来 首先我们先要拿到光猫的超管密码 这里光猫后面普通的用户密码和超管密码 你会得到两个完全不同的页面 我在这里给大家提供了 三大运营商常用的超管密码 你那边如果不能用 当然也可以通过其他的方法来破解 如果嫌麻烦的话 你可以去淘宝找一个能人帮你搞定 或者你去求助宽带的师傅帮忙 也是可以的 那么如果实在不行 你就给宽带师傅买包好烟 今天我们就用广东电信的光猫 来给大家做一下演示 首先我们来到光猫的后台 找到网络 点击网络设置 我们就可以在连接名称这个地方 找到这台光猫所有的网络服务 这一条是IPTV的服务 这一条是我们的电话服务 最后这一条就是我们的宽带服务 我们选择宽带服务 你就可以看到它默认的工作模式 是在路由模式下的 也就是光猫进行拨号 如果我想改用路由器来拨号 这里需要把它改成桥接 我们只需要在链接模式里 把它改成桥接 其他的设置一切都不要动 如果你需要改动的话 也是可以的 那么建议你先拍照或者是截屏 方便出了问题之后你可以参照 恢复原状 如果你不需要改桥接 那么当然这一步你是可以省略的 在这个页面的最下面 我们可以看到宽带的设备绑定的这些端口 我们在这就要做一个骚操作 把宽带的业务和IPTV业务的同时绑到1号端口 并且通过微烂进行分开 然后我们把光猫的2号口到4号口 作为交换机来使用 从而实现单线复用的同时 而且还可以省一个管理的交换机 不对啊 我不是应该卖交换机的吗 好 那咱们在这先不讲原理 直接上实操 对光猫的设置感兴趣的小伙伴 我们后面会单开一期视频 专门讲一下光猫的如何设置 首先我们要进行第一步操作 就是要把宽带的业务绑到我们的234口上 如果你想保留IPTV也不是不可以 那你就不用绑定你的2号端口 或者是你可以绑定到你想要的对应的IPTV的端口 那我在这234这个口是不用新建微烂的 我们就可以直接利用光猫默认的微烂即可 后面我们来到网络设置下的微烂绑定 首先我们选择绑定的名称 然后绑定IPTV 我们需要在用户测微烂这里添加微烂号 那我在这添加11 那当然这个名字你可以随便起 之后我们添加绑定宽带业务 我们在这的微烂我们添加22 我们需要把这个两个业务分别设置不同的微烂 并且绑到同一个1号端口里 那其他的2到4号端口 我们使用光猫默认的微烂 那就可以实现一部分弱电箱交换机的功能 好 这些设置好之后 我们就可以在这里看到我们绑定的内容了 然后我们回到网络 找到用户测管理 把光猫的DGCP功能记得要关掉 那么接下来我们在联系光猫的时候 需要手动指定网卡的地址 好 到此为止 光猫上的设置就已经完成了 那接下来我们回到我们的交换机上做设置 接下来我们就可以把光猫1号口出来的一条网络 接到交换机的9号网口上 那么当然你想使用别的网口也是可以的 然后我们用电脑连接交换机 在浏览器上敲入192.168.1.199 这样我们就可以进入交换机的后台了 然后我们来到微烂设置 那跟我们上一个视频一样 然后我们简单的设置一下微烂 首先我们要添加第一组 那这里是9号口进 7号口出 然后进入客厅的主路由的旺口 那我们需要在这设置 9号口代表签 7号口不代表签 那微烂号设置22 那第二组 我们是9号口进来 8号口出 接下来这根线从8号口出来之后进入机顶盒 那同样9号口代表签 8号口不代表签 那这里微烂号设置为11 那第三组跟上一个视频稍有不同 那我们从主流出来的再进入1到6号口 然后通过9号口回传到光猫 这里我们的交换机使用原本的微烂就可以了 那剩下的1到6号口和9号口 使用默认的微烂1 你这不用做其他的设置了 那么做完这些设置 我们也可以把7号口和8号口 从微烂1中删除 那么整个微烂的设置就已经完成了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到PVID 我们把7号口的PVID设成22 那8号口设置为11 1到6号口和9号口 我们默认就可以了 好到这里 我们的骚操作版的单线复用 就已经设置完成了 那我们可以实现 从光猫出来一条线连接到客厅 并且实现了宽带和IPTV的分流 那在这儿呢 唯一麻烦的是需要到光猫里做一些设置 需要微烂绑定端口 那么如果你嫌麻烦 或者是你没有办法找到光猫的超管密码 那么你其实还是可以用我上一个视频的方法 使用两个微烂的交换机来解决这个问题 我果然还是一个卖交换机的 那么这次的设置呢 还是有其他延伸的方法 那么如果你需要在其他的房间也看IPTV的话呢 你只需要在光猫绑定的时候呢 多绑定一个端口 那么设置方法呢 跟我们刚才呢是一模一样的 那到这里呢 就是我们今天视频的全部内容了 那你所有的网络业务都在客厅的话 其实你只要有一个带IPTV后传的WiFi路由器 你是可以不用任何的交换机 就可以解决单线复用的问题的 那么这种方法网上有很多教程 可玩性呢 但是呢会降低一些 那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网络情况 和自己的需求 酌情处理 那希望今天的内容呢 可以在你折腾家庭网络的时候呢 给你一些些的帮助 欢迎大家点赞评论和转发 YouTube小伙伴呢 记得点开那个订阅的讯链铛 你的关注对我们真的非常非常重要 感谢大家收看金水神技能 我是金水 咱们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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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